弟子向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感恩师师父如今红 我的业障我自己背 我是五九年属诸的 想问身体的部位 五九年属诸的 对 看身体是吧 是 那我跟你大概看了一下 腰这里有黑气腰不好 心脏有问题啊 胸门气急啊 对啊 你记住啊 你两个眼睛啊 以后一个左眼睛啊 到了晚年啊 这个左眼睛会看不见的 现在多有一点 听得懂了吗 知道 还有没有就是颈椎 肾脏不好 哎呀 太胖了 吃东西太多 肚囊都太大 是的 腿也太大 膝盖骨也不好 对的 你妇科也不好啊 对的 你赶快念经啊 你要多念大悲咒啊 有 每天要念四十九遍以上 好 好吗 好 好了 是不想问一下我 现在我身上还有癌细胞吗 几几年 五九年属诸的 没有啦 我感恩关心菩萨 你放生很多 刚刚护法神告诉我说 你放生很多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父那我还要多少张小房子 我先前发病 我许愿了一千张 还没有念完 还继续念下去 继续念啊 继续念感恩关心菩萨 已经保佑你了 因为你这辈子没做太多的坏事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这个人就是傻傻的 不停地还债 被人家欺负 而且欺负了嘛 就不想 所以你不要以为了 吃亏不就是便宜了吗 现在菩萨就保你这条命了呀 你要是很凶的话 你这条命留得下来的 对了 对了 菩萨现在还告诉我说 你的财 财运不错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让你自己好之为之 不要太 不要太小气 要多放生 好 菩萨刚刚告诉我说 你放生的钱和你 这个这个放生的数量 不是成正比的 这什么意思听得懂吗 就是说不可拿很多钱 出来放生啊 小气啊 最好在鱼饭上 看看哪条鱼 突然之间跳出来了 捡了去放掉 好吗 现在我 现在师傅可以看 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吗 月长比例蛮高的 二十九 二十九 师傅还可以看我家佛台吗 你的名字啊 对 蛮漂亮的嘛 还弄得干干净净 跑进来大厅 这里还有 像是那些瓷砖一样的 大理石一样的东西 是的 是否有菩萨来过吗 来过啦 刚刚 菩萨是经常来 刚刚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人 也到你家刚刚去过 你叫我看了不就去了吗 是的 不去怎么看得见了 对啦 没了 ferment 没啦 刚好乘散 刚刚乘散 了 是不是 没 Kre Bots 没啦